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什么要铺两床被子啊 余小姐 您丈夫来了 现在在前厅跟我们姥爷谈事呢 我们小姐吩咐 给您带一床新的寝具过来 不是不是 等等 什么账法 哪个账法 难道是那只鸡来了 我是不太清楚您丈夫的名号的 您有几个丈夫我也不太清楚 误会了 误会了 我没有什么丈夫 你肯定是搞错了 余小姐 来来来来 拿走 余小姐 我们小姐都吩咐了 辛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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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麻烦这位姑娘了 我自己来吧 露言 你怎么来了 那我就不打扰 二位小别生新婚了 有什么需要再吩咐 我帮你关门 谢谢啊 露言 你还真来了 那天攻击你的那个灭巨人 就是在鬼市指使幻灵害你的人 他已经知道你的身份了 既然你不希望 我派人在你身边保护你 那我就只好自己 全天地贴身保护你了 我不同意 你不同意没有用 我已经给白局长报备过了 希望他可以成全我的爱妻之情 那天 严将军 我知道呢 你这是在担心我 可是我好歹也是 堂堂侵权债的大当家 功夫在身 还有武器 再不起 还有你给我的发差呢 所以你真的没有必要 天天黏着我 在我没有抓到他之前 所有事情必须听我的 不必多说了 你这人怎么不讲道理呢 还有你一来就说我们俩是夫妻关系 什么夫妻关系啊 咱俩是夫妻关系吗 你区区一个二房 有没有考虑过我的名誉贞结 那大当家把我带回侵权债的时候 也没有考虑过我的名誉贞结啊 我不给你扯这些 你走不走 不走 行 我换地方住 那你下次想要施法的时候 可就不会这么灵了哦 你威胁我 我也是没办法 我就是爱自己 我就是爱自己 那一个主要 我也是爱自己 我也是爱自己 我们现在有一件事 大家说